有了这些红薯 加上军师叫来的粮食 中州城坚持各把月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可邻近机民 得知中州有粮 全往中州来 这些粮食 依旧捉进浅州 这位姑娘为何如此面瘦 敢问姑娘因何来此 看将军这身打扮 可谓是潘若两人 将军 原来是潘将军 还请恕罪 无须自责 一时间没有换洗军装 便与城内姑娘 借了身衣裳 想不到将军穿上军服 英姿傲然 卸下军服 竟如此轻力脱俗 军师 你为何如此想不开啊 此话何意 将军与军师两人 不是已经 赵中 我与将军此刻 以解决百姓饥荒为重 其他的事 无需再提 报 合适要报 那个 红薯 发完了 方才不是已经报过了吗 为何你又要来报 站岗安排 站岗不是交代下去了吗 报 你又是合适来找将军 我 我忘了 退下吧 怎么回事 一个个眉头眉尾跑来禀报 义荣某看来 应全是来以揽将军美貌的 是吗 是的 所以请将军换回军装 军装采喜 还没干呢 装男装也可以 敢问军师 为何如此在意 在下是在意 若士兵见了将军女装 影响将军的威信 产生无谓的困扰 可是依我所见 这威信 不是建立在男装或女装之上的 至于困扰 到底是我的困扰 还是军师的困扰 将军 将军 朝廷此时应该已经得知孝心 属下以为赵中之事 应重新考虑 王部长 中中的状况你也亲眼看见 难道你要我杀了灾民 向皇上复命吗 属下只是怕 皇上一气之下 降罪于将军与军事 这抗者之罪 可是要杀头的 王部长不必担忧 此时我会一肩扛起 定不会拖累于你 将军 属下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当官的 就值得怕 难怪百姓受苦 将军 在下有些私事 需私下禀报 你们先下去吧 属下告退 今日找将军 我是想说 军师 可否觉得 最近有些奇怪 的确有些奇怪 有些话想说 一直不便开口 生母也有很多话 藏在心里 眼下只有你我二人 我便明说了 何话 军师 不如我们 我觉得 王部长有些问题 王部长 王部长确有问题 在下 早已有所察觉 已派离虎暗中监视他 将军无需担心 若果他是 军师 谢军师 风采之事 还请将军放在心上 什么事 喝 喝好之事 我说 喝 好 喝 好